本章主要讲的是 企划资料收集的技法 企划资料收集的技法 它基本上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 那当然也可能是收集资料 那你会去收集各种 各式各样的资料 从各种角度去收集资料 那第二个部分你要把它卡片化 因为你卡片化之后到时候你可以摆在一起 那因为情成卡片的时候 你可以去摆这些资料的空间的关系 跟什么是时间关系 你可以去摆这空间的结构关系 跟时间顺序的先后关系 甚至你可以去找出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以第三点的部分的时候 是发现关系 然后发现关系之后的话 就制作图解 制作图解之后的话 那图解有各种不一样的图解 因为有图解才可以自己跟自己沟通 然后最后产生所谓的系统结构 也就是这样才算是一个整个企划的 的那个原子 那常常我在跟人家讲 不管说你今天在写商业计划书或写商业计划书 那如果说你的商业计划书跟你的财务计划书本身不吻合的话 或者是分两个不同的人写 对我们这种看计划书专家来讲 我们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东西的话是出自两个不同的人写的 或者甚至的时候可以发现他这种所谓的不严谨之处 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看计划资料的时候 我们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这是比较传统的技法 那当然早期部分的时候 我们在上周文贤老社课的时候 他那时候曾经有提到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这部分事情我也跟他提 他说这个方法是不错 可是他说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因子丢进去 然后让多变量分析来告诉你哪一几个东西是有相关的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这比较科学嘛 你如果其实你在做判断的时候 不管你说你在做脑地基础或干什么之类的 很有可能每个人讲的层次结构上是不一样的 可能每个人的学术等级也是不一样 所以资料就会有良受不起 那到时候排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会成功可能不会成功嘛 那如果说换一个例子 我今天是用多变量分析的话 我今天很简单嘛 我今天就是找出各因子之间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把所有的资料丢进去的时候 电脑就会告诉我嘛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然后我再去发现 电脑讲这东西的关系 是不是有他实际上的理由 有可能电脑这种关系的话 我们今天讲关系有两种嘛 一种的话是因果关系 就是有A就会导致B 另外一种是同时关系 或者是相反关系 也就是刚好出现A就一定会出现B 那他们两个人只是有一种贡献性的关系 那所谓贡献性的关系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系的话 那只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两个没有因果关系 那如果我们今天讲一个贡献性 我们讲贡献性的意思 其实这两个东西事实上代表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它隐藏在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去把它讲出来 那事实上的话 其实变数的部分出的这东西以外 它还可以找出一些判别分析 找出一些判别因素 它还是叫电脑跑 不用你在那边人想半天 所以那时候的话 因为我原本是懂企划这个东西 我都是用质量 用思考的方式去想象 我的人生的所有解决问题 不管说我现在考虑这个东西的定位相关 早期的部分是这样 直到上他的课之后我才知道说 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都是有统计基础的 都是可以数值化的 都是可以发现显著不显著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原本的时候 我在上周文贤老师课 是因为我要追 那是很多年前 二三十年前时是 我追其中一个女生 就是我之前的女朋友 可是上周文贤老师课的时候 发现这课太好了 结果就连续 就是到政大上大的多变量分析 然后最主要老师也是非常好的老师 我所谓非常好的老师是 第一个我是旁听 第二个我没缴学费 第三他知道我是旁听 他也知道我的目的 然后他也没赶我 而且最主要他还告诉我 他在哪里有课 欢迎我去上 所以我上他的课的时候 真的是超级开心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没学分了 当然学的话也不敢说自己学得很好 只是说我在学习的过程的时候是说 他的全部的课几乎都有上过一轮 举个例子 我到中心去上他的时间序列 到文大博士班去上他的计量经济 然后到政大去上他多变量分析 到台大去上他的统计学 所以老师也记得我 那我这一辈子的最大的感佩也是老师 那我想做一个跟老师一样的人 所以在今天讲哦 今天我会懂这么多东西 都很感谢三十年前周文贤老师给我的教导 教导 然后最主要来讲他对一个旁听生 真的是非常好 那是那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谈企划收集资料 记法的时候 请各位记得你记质的部分你要学 计量的部分要学 你讲出来的话才会有科学根据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笑地的共同作者 谢谢